近来的各种风波导致西蒙的信誉受到打击 昨天再度传出内阁可能会在下个星期改组的消息 引起各界关注 不过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和防政部部长祖莱达 一致否认了有关消息 林冠英说昨天一众部长的确有和首相敦马哈迪会面 但只是谈及政府事宜 并没有提到内阁改组 也是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冠英也说 火箭和他自己都没有提交内阁改组名单给敦马 对于行动党而言 现有的内阁将保持不变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和防政部部长祖莱达 今天异口同声否认内阁改组的谣言 林冠英说昨天首相敦马哈迪和内阁部长的会议 只专注在政府事务 根本没有谈到内阁改组的事情 面对记者一再追问 内阁会否在近期改组 林冠英回应说 内阁会否改组决定权在敦马手中 他无权作出任何回应 除了一再否认谣言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也说 行动党和他本身都没有成交内阁改组的名单 以该党的立场 目前的内阁阵容依旧保持不变 针对有消息指报公部前部长 拿杜斯林穆斯达法可能会重返内阁 那林冠英就表示说他不知情 他也说有关内阁改组的传闻 敦马已经多次回答和否认 因此他希望大家可以看回敦马早前的回应 多家媒体昨天引述消息报道 敦马会在下个星期进行小规模的内阁改组 并让去年加入土团党的穆斯达法重返内阁 而华裔部长的职位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NDPC 余卫健 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